韩非子说 如以文乱法 而侠以武犯禁 翻译过来就是 皇权体制之下 知识分子和侠客都是危险分子 韩非还露了一句 如侠二合一 当局即丧命 这两种人一旦合体 就会要了当局的命 所以刘邦这种侠 碰到萧和这种如 就要了秦朝的命 但放到今天来看 如在今天几乎就是一个贬义词 以前的如就相当于今天的公知阶层 现在公知的处境 大家也很清楚了 其大的作用微乎其微 几乎要被打倒了 原因也很简单 现在人人都识字 即使只有初中文化的小粉红们 也有了一套自己的逻辑 所以知识分子再要建立一套 政治和语言逻辑就比较难了 至少不会像古代那么有效了 也不会产生民国初年那种 让人脱胎换骨的新气象了 想想的是 剪辫子 改汉语 取出达陆的口号有多让人兴奋 不但相貌衣着上想换了一个人 心理上也有一种重新做人 汉族翻身把歌唱的感觉 不过今天再要让公知们 设计一个全新的政治逻辑 就没那么容易了 民主 自由 平等 博爱 都是喊烂的口号 没有任何新意 还因为喊的时间太长 也让小粉红们用他们的逻辑 找到了很多漏洞 比如如此民主的美国 怎么还会有黑命贵运动 比如自由美利坚 枪击每一天 还有个原因就是 现在知识分子的胆量 胆气也是一朝不如一朝 一个世纪不如一个世纪 南宋有九劝不强的文天祥 有抱着小皇帝跳海的陆秀夫 明初有宁愿满门抄斩 也不改口的硬骨头方孝儒 清末还有政变失败 却不出逃不避祸的谭四童 文天祥死时47岁 陆秀夫41岁 方孝儒43岁 谭四童只有33岁 这都是壮年 49年以后的这70多年里 还有谁 非但没有 像郭沫若之流的投机知识分子 倒是越来越多 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被看清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连易中天这种最敢说话的知识分子 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只能说现状不可描述 未来不可预测 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我这里不是对易老师有什么不满 但这就是国内公知的普遍现状 倒是非知识分子的红二代商人 任志强还更敢说 现在的如不但被旁人看清 内部更是互相拆台 互相鄙视 文人相亲 自古有之 当今由甚 所以我对当今的知识分子 救国救民不抱太大希望 如就不能以文乱法了 如这条腿算是断了 但侠能否以武犯进呢 侠在古代就是习武之人 古代的习武不是徒手 而是玩兵器 大家都是冷兵器 武艺高强者存活的几率就大很多 哪怕是在战争中也是如此 弃吞万里如虎的流域 一高人胆大 一人对阵数百海盗丝毫不落下风 而在连菜刀都要实名制的今天 习武最多只能强身健体 连保护自己都谈不上 你练得再快 也快不过子弹 拳法再猛 也猛不过三四把特勤的防暴钢叉 所以今天也就没有了古代的武侠 侠客 游侠 但这次的四通桥勇士 又让我想到了另一种意义的侠 我认为他重新定义了侠这个概念 虽然他不会武 也不能铲除邪恶 但他以身犯险 用生命写了一篇五十五字的奇文 只为能在死水中激起一圈微蓝 我觉得这就是侠 一人殿后掩护其他人撤退的是侠 冲在最前面给大家引路 为大家挡子弹的是大侠 史记里对侠是这样定义的 翻译过来就是 侠的行为虽然不容易体制 不容易法律 但他们言必行 行必果 诺言一出 必会践行 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前途 只想救他人于水火之中 救人于生死之际 做这种事 他们不会大张旗鼓 反而会因为受到夸耀 而感到羞耻 从司马迁写的几个刺客 和游侠的故事来看 四通小勇士是高过他们的 比如曹末为鲁国效力 带兵和齐国开战后 三战三败 在鲁国和齐国的 割地结盟大会上 突然拔刀挟持齐桓公 让他收回割地的臣命 这就是比较无赖的做法了 正打光明打仗 干不过就玩阴的 虽然你没让鲁国割地 但鲁庄公一定也会 以此事为耻 再比如 专注帮助吴国公子光 刺杀当时的吴王辽 只是因为公子光 给他吃给他喝 养了他而已 所以他觉得应该报答主人 这个公子光 就是后来的河驴 专注其实就相当于 现在的职业杀手 不问对错 给钱就干活 和杀谁 和道义什么的无关 还有聂政 以前杀人太多 只能隐姓埋名做了屠夫 后来韩国大臣 严仲子找到了他 希望他能够出山 干掉自己的政敌韩亏 他有感于严仲子 如此看重自己 亲自上门邀请出山 于是邦奇刺杀了 韩国的宰相韩亏 为了不让人知道自己是谁 不连累自己的姐姐 死前自毁容貌 这种滴水相安 涌泉相泡 其实就是不问是非 只做任务的报恩逻辑 只不过这个任务的难度 属于地域级别的 代价就是不管输赢与否 都得付出生命 所以这几个刺客游侠的故事 才被历史记录了下来 我认为在后世边的史记里 这位四通桥勇士 在历史上的厚度 要比史记中 这几位刺客厚得多 同样是知道有去无回 以身犯险 但他不是听从谁的命名去做的 他的理想 比刺客单纯报恩的道义 要厚重也要沉重得多 说到理想 这个词现在好像变得有点低级 甚至有点可笑了 如果哪个成年人 现在还和你说理想 你会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或许感觉他脑子会有点问题 但我们自问一下自己 在踏出校园十几几十年后 我们还有理想吗 现在我们还谈理想吗 挣钱养家不是理想 挣钱是你不需要思考 就能做出的日复一复的惯性决定 这叫本能 挣一个亿的小目标 那不叫理想 叫你明后年的规划 现在还流行一句话 叫小孩子才说对错 成年人只看利弊 这不是成年人世界的一种悲哀吗 这不就是眼下中国的悲哀吗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这不就是精致利己主义的表现吗 不就是造成中国现在没有人站出来 没有人敢发声 恶才得以肆无忌惮痕痕情的根本原因吗 恶最喜欢利己主义者 利己主义者才是真正的一盘散沙 可以轻而易举的各个击破 让你利己的编辑效益迅速递解 最后被他榨干最后一滴血 你又无能为力 今天你能为了一百块钱和对方对骂 明天就有可能为了十块钱大打出手 后天就要为了一口粮食和别人拼命了 什么是嫉妒的内绝 一群嫉妒的利己主义者在一起 就叫嫉妒的内绝 优胜劣汰法则搏杀后 剩下的确实都是强壮的品种 但这个种群同样也是嫉妒利己 功于心计的一群人 所以人类自私的基因将会越来越强大 如果没有能相应遏制这种基因的强大的理性力量 就一定会爆发大规模战争 这位四通桥侠士 按照披露出来的信息 他应该是四十多接近五十岁的人了 人在不惑之年一般都是顾虑多多 无法割扯的通袭太多 这种年龄做出的决定都是更利己的 通常情况下 四五十岁的人比二三十岁的人更事快 更自私 要不然油腻难 变太难 中年妇女怎么都是这个年龄段的 我看现在的自己 就比二十岁时的我就更实用主义 更看重得失 如果二十岁的我 看了十几年后的我 一定是嗤之以鼻的 一个人在四五十岁的年龄 做出的决定 也是更加深思熟虑的 比热血上涌 亦是冲动的年轻人 更让人觉得他做出此决定的不易 他真可以说得上是十亿里挑一了 再来看他的理想 他的这个深思熟虑后的理想 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 说简单 是因为大家只要能够在十月十六号不去上课 不去上班 就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了 哪怕是只有北京海淀这个区的规模 就可以说是达成目标 看起来好像并不难 说复杂是因为网络审查 几乎有九成人 不知道他这个口号 除了北京本地人 还有那些会翻墙上网的人才知道 这些人不到十几亿的百分之一 我认为这些不足百分之一的人 里面还有八九成的人 即使知道了也不敢罢工罢客 所以四通小勇士的理想 又变得遥不可及 他希望自己用生命换人的行动 能够带动其他人一起行动起来 集结起来 能够在铁桶一般的统治罩里 冲出一个坑 一个眼 即使不能瓦解政权 也至少不能让独裁政权为所欲为 让他们有所忌惮 就像伊朗人一样 一个女学生的死激起了千层浪 这一个月来 每天都在接力游行示威 示威口号也在不停升级 从开始的反对佩戴头巾 到废除道德警察 到现在喊出的独裁者 哈梅内依去死 示威者也从开始的女性和学生 发展到现在各大城市的市民 石油工人打罢工 直接对以石油出口为主要收入来源的 伊朗政府造成了重创 这一个月的示威 哪怕不让伊朗政府脱层皮 也得掉几颗牙 从历史来看 伊朗来的示威是有传统的 上世纪70年代 前国王巴列维时期 就爆发了全国示威游行 形势同样在一个月内迅速失控 国王政府迅速倒台 国王巴列维流亡国外 最后在埃及病死 近十年来 伊朗几乎每两三年 就要爆发一次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 哪怕是在政教合一 伊斯兰教法严苛统治下的伊朗人 特别是伊朗女人不敢于屈服 让我肃然起敬 再来看中国 49年以后 虽然只有一次反政府示威游行 但刚刚过去30多年 时间并不长 6070后 甚至很多80后 都知道事件的全部经过 但怪异的是 我周围几乎所有 30多40岁以上的朋友和同事 都没把8964整个事件的过程 包括前因后果 告诉他们的子女 他们的说法是 不想让孩子知道 这种政治敏感事件 觉得如果知道了 会对他们以后产生不利影响 具体什么不利影响 他们也说不清楚 只说感觉不好 我以前也问过一些90后 00后 他们几乎都不知道8964事件 我觉得这不是他们的错 因为现在的网络审查 几乎屏蔽了所有和8964有关的 近亲和远亲词汇 再加上900后 可以说是在一个完完全全的 物质世界里长大的 根本不懂政治是何物 这不能怪他们 责任只能在父母 这些父母们把本应该是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 在自己这里封存了起来 觉得不告诉子女就是保护了他们 就像我的父母几乎不和我谈文革一样 他们觉得这种人性扭曲的历史 不应该再去回忆 应该向前看 这种做法 实际产生的效果 和表面看上去的正相反 非但不是为他们好 而是害了他们 结果就是让下一代 再次重蹈上一代的覆辙 历史永无休止地重复再重复 60多岁的50后们 不去告诉30多岁的80后 关于文革的历史 80后自然也不能告诉00后 10后们 那现在他们的后代 只能再被党洗脑洗尘 新一代的红卫兵 同样 60后没有告诉子女8964 第三代的00后 10后 肯定就是傻傻的一无所知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还有先辈曾这样干过 哪怕有一两个有想法 有勇气的年轻人 没有鼓励 没有榜样 他们在抬眼看看 死气成长的周围后 这仅存的一点点想法 也逐渐消失了 这就是这片土地的怪异之处 历史记忆 居然在这短短的 30年时间里断带了 上面封杀 下面广大的人民群众 居然也很自觉地自我阉割 墙内的80后们 如果你们还想让 自己的子女有记忆 不再被继续收割 就应该把你们书上 看到的你们经历过的 历史事件 政治事件 说给你们的子女听 在他们初中 或者高中的时候说 开始可以不用说 你的看法 只说事实 让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 自己判断 只有这样 你们的孩子 才不会成为一架 政治机器上的 一颗没有生命 没有思想的螺丝 在政治大潮袭来的时候 才不会毫无准备 只有这样 四通小勇士 用命挂上的 横幅和寝室真言 哪怕没有在当下 起到作用 也不至于了无痕迹 能被你们的下一代 在下一代 所记住 所触动 转发